揭秘竹法兰,佛教东传的隐秘使者 今天,我们一同追随竹法兰,这位中天竹国的高僧 他不仅是万卷经文的诵读者,更是天竹学者们的导师 为何他如此重要? 故事要从他与射魔藤的相遇说起 竹,在天竹,竹法兰与射魔藤相遇 二人志趣相投,皆有心愿将佛法传播至中土 然而,竹法兰的学徒们极力反对他的东行计划 这使得他的旅途充满了未知和挑战 二,不顾阻拦 竹法兰秘密启程,历经艰险,飘洋过海 终于与射魔藤一同来到洛阳 到了这里,他们肩负起汉化佛教经典的重任 在洛阳,竹法兰迅速掌握汉语 与射魔藤一同翻译实地、断节、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和四十二章经 虽然战乱导致其中文本多有遗失 但四十二章经保存至今 成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教经典 竹法兰的贡献还不止于此 他协助蔡英描绘了在西域获得的释迦牟尼雕像 这幅画像被供奉在皇家场所 成为佛教艺术在中土传播的起点 即便原相早已消失,仍留下了他的传奇 令人惊奇的是,竹法兰揭开了一个古老谜团 汉武帝开凿昆明池时 曾在湖底发现神秘黑灰,无人能解释其来源 竹法兰到洛阳后被问及此事 他说,这些黑灰是世界末日烈火余下的痕迹 这一回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众人对他的博学深信不疑 在洛阳的岁月里,竹法兰不仅传播了佛教 还以智慧回答了许多困惑 他在此终老,享年六十多岁,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竹法兰,佛法东传的重要使者之一 他与射魔藤的努力成就了佛教在中国的根基 关注我们,了解更多中国佛教的传奇故事